有看新闻的人都知道啊 政府已经决定不签署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SER了 但是巫统和伊党还是死咬不放啊 要在原定的12月8号举行反ISER集会 而今天吉隆坡市政局也已经批准了集会在拉尔路举行 那对巫统和伊党来说啊 128的集会是509他们被打败之后 难得找到的一个绝地大反攻的机会啊 那试想一想对政治论述已经破产 丑闻缠绳的巫统 还有只能够提倡神权的伊党来说 还有什么比煽动种族宗教敏感情绪来得更廉价呢 他们才不会管有什么后果呢 那为了把这场集会的出席率推到最高 掀起马来社群穆斯林社会的情绪 巫统和伊党啊已经火力全开 在各州先办起了地方性的反ISER集会 煽风点火为128的全国反ISER大集会推波助澜 昨天晚上玻璃市伊党跟巫统呢首度合作 率先办了一场玻璃市人民反ISER的集会 极端言论是此起彼落 怕死种族宗教情绪煽动不起来啊 一向发表极端种族宗教言论的 巫统巴西沙勒国会议员达祖丁 在玻璃市人民反ISER集会现场 炮轰西蒙政府种族主义 没有顾及马来人的感受 更炮轰西蒙政府边缘化马来人跟穆斯林 他也特别点名林冠英 指这位华人财政部长提成的2019年财政预算案 对马来人没有同理心 之后伊党长老协商理事会主席哈欣雅欣 更是毫不忌讳的形容 说政府有意签署ISER的这个举动 让509大选之后快要溺死的伊党跟巫统 像是找到了新鲜空气 所以必须联手起来反击西蒙 而两党的合作将是迈入大马政治的新篇章的开始 除了伊党跟巫统联手出击 另外一个经常玩弄族群课题的土著权委组织主席 伊布拉辛阿里亚也在昨天自己的大会上放话 说马来人的耐心有限 如果再出现影响马来权益的课题 那土著权将会在全马各地发狂猛亚 之后土著权阿里还炮轰首相署部长瓦塔穆迪 反马来人更指对方使猪 那不管是伊党巫统还是土著权会 他们的领袖在128的集会前一个星期喊出这样的话 办这样的集会 动机简单不过 就是试图要在这个星期六举行的反Icer集会前 掀起种族情绪 为128这个他们号召100万马来人上街的集会 保温加温 他们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最怕种族宗教的情绪不能在128单天沸腾爆发 那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几位领袖的演讲之外 昨天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在登加楼突然又提到 说在西蒙政府中的非穆斯林议员比穆斯林多 66对58 所以他说国会是可能会批准Icer的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那整个国会下院222名议员当中 穆斯林议员有140个 非穆斯林只有82个 按照哈迪的逻辑 只要穆斯林议员不同意批准Icer是不可能通过的话 那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 就是在为128的集会前掀起马来人的焦虑和不满的情绪啊 那现在距离这个集会还有五天的时间 相信这样煽动族群情绪的极端言论还会陆续有来的 其实在政府决定不签署Icer 过后又爆发这个新都庙骚乱事件之后 一些负责任的穆斯林非政府组织 还有吉兰丹 霹雳 槟城以及森美兰州的宗教司呢 也都先后公开要求 就叫大家取消这场128大集会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嗅到了火苗的味道啊 更知道背后的动机 他们知道放眼全世界 种族跟宗教的这个火焰一旦烧起来 是很恐怖的 后果是灾难性的 但现在这些坚持要再举行128集会的人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他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隐异城 因为自己身有屎 一堆罪账等着被控 所以他们最怕这个火烧不起来 乱不起来 因为乱他们才能够脱身啊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有不少的巫统领袖公开 就一点都不忌讳的讲 说513世界会重演 对他们来说 他们或许也真的希望再次发生5132.0的 那我们都知道513事件是我国族群和谐的一个痛 当年爆发了513事件之后啊 十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被迫下台 以顿拉萨为首的马来鹰派乘势上台 掌权之后便推动了以马来人至上的新经济政策 那新经济政策实施将近50年后的今天 513事件真的还会重演吗 而重点是现日首相马哈迪会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他会不会先做一些防范性的举动呢 那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几天前内政部长穆尤丁说 内阁同意警方可以援引几项他们原本要废除的法令 去调查新都庙扫乱事件 也就是说煽动法令啦 国安法啦 防范罪案法令啦 这些法令还是存在 还是可以备用的 那现在有些人不顾后果 我想要趁乱翻身浑水摸鱼 马哈迪会让他们得逞吗 大家就唯有等着看马哈迪出牌了